现在这个春鱼啊 这个我们学名叫中黄鱼 为什么说叫春鱼呢 现在这个鱼都带紫了 都有紫了 其实你看 就是透着阳光 你大概能看到一点那个颜色 是不是 特别漂亮 春鱼拥有软嫩的蒜拌肉 为了吃得更加过瘾 当地人就将鱼紧背上的骨肉剪掉 然后用虾肉填充 干脆来一道酿春鱼 最后再插入杏仁片 做成鱼鳞状 下锅油炸至金黄 细嫩的鱼肉包裹着脆弹的虾肉 鱼的鲜香与虾的鲜甜 在热油的作用下相互交融 斩获众多海货 我更加期待 他们在吃鱼行家顾大哥的手中 会有怎样经验的变身 这不刚一进厨房 我就见到了一个从未磨面的家伙 本栏目由喜之郎集团 美好时光海苔特别播出 这些都是见过了 就是在海上 这条唯独没有看见 这条是我们这边叫板鱼 这种鱼就扁扁的那种 对 两个眼睛它是在同一方向 对 板鱼的学名叫做塔板鱼 顾大哥告诉我 他们还有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 龙丽鱼 这种鱼出肉率极高 而且没有扎嘴的毛刺 但是躺在眼前的这条鱼 身材扁平 完全看不出它哪来的这么多肉 不过顾大哥的一个操作 就让我看到了板鱼的真面目 咱们是在这个塞这儿 给它剪一个口是吧 对 剪一个口 然后就把里边这个内脏 把内脏拿出来 肠子什么 对 就这么点吗 对 这个鱼 真是 因为这条鱼很大嘛 我不以为里面的内脏 什么会很多 谁知道就这么一点点 这个鱼的特点就是 那个成材力特别高 把这个被切开 这一刀下去 你能感觉到那个肉的厚度 对 是不是 我这样看就特别明显了 对 其实它中间有一条 很结实这条主刺 对 主刺 它就从头到尾 就是这一根 是吧 对 从头一直到尾吧 对 这样看特别明显 我突然脑子里 蹦出来一个词叫鱼蝎子 鱼蝎子 这就是那根羊蝎子 一样一样的 对 顾大哥口中所说的 成材力极高 在我看来 板鱼简直就是 鱼中的人才呀 但大口之鱼显得有些寡淡 顾大哥请出了八宝来搭配 红椒若饮若现的辣味 竹笋 莴笋 木耳 胡萝卜的清新爽脆 香菇浓郁的郡香 再配以鲜甜弹牙的虾肉 和增加油脂 温润口感的猪肥标 五颜六色的食材 营养均衡的搭配 板鱼就像大口袋一样 将八宝收入囊中 经过高温蒸制 食材之间溢出的汁水 相互融合 渗入厚实的鱼肉 让滋味变得丰富多样 而此时又一个长相奇怪的家伙 跳上了我们的案板 它是这样你看 这边一共有那个像 那个秤 古代的秤一样 就那种秤上面有点小点 对 一个一点点有 那个一颗颗小星星 叫秤星卖鱼 我们这边也有电故 相亲的时候 要是看到有合适的 完了他们就会把 那个这道菜上去 那个上上去就表示 那个秤星卤鱼的意思 其实它这个内脏也很少 对 全部是 就是比较高的 对 对 对 就是这个一刀下去 就觉得跟一般的那个肉不一样 它是那种胶质比较多 感觉 是不是 就是那种很有弹性的 肉咚咚的那种感觉 切下去肥肥的 对 肥肥的很有手感 感觉肉在跳动一样 对 对 那个肉会弹 对 海蛮是个不折不扣的肉食动物 螃蟹 章鱼都是它的盘中餐 吃得好 营养自然也更为丰富 鰻鱼体内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 被誉为可以吃的护肤品 烹制这种肥美的食材 大哥选择红烧 而且还要跟五花肉一起烧 增加更浓郁的油脂感 不过他说的一起烧 其实根本不是在一口锅里烧 一定要把这个肉煸出那个油 然后煸到基本上有一种焦防脸 对 对 对 我们再稍微放点辣椒好不好 来 放点辣椒啊 然后就可以转到这锅 来做这个鰻鱼了是吧 对 顾大哥之所以用两口锅烹制这道鱼鲜 是因为五花肉和海蛮在制作中成熟度不同 加入的调料也不同 比如烹制海蛮加入的是啤酒而不是水 鱼肉中产生的腥味物质 跟啤酒中的乳醇发生反应后 就能在加热的过程中挥发掉 然后两口锅合二为一 转散的相逢 让鰻鱼中的不饱和脂肪酸 与五花肉中的饱和脂肪酸 形成完美的脂肪酸 这么多鱼摆在眼前 想要真正品出它们的滋味 和独特的肉质头感 就要讲究吃的先后顺序 本栏目由喜之郎集团 美好时光海牌特约播出 我建议最先开始吃清真的 好 所以先从带鱼开始 对 你一口下去觉得特别过瘾 而且它有胶质在里头 所以它是像您说的 油油的 对 然后这种呢 就是跟五花肉在一起的了 对 你知道吗 就是你要是闭着眼睛 你一口咬下去 你可能会觉得 我咬的是一块 可能是肥肥的肉 对 那种口感 特别的油润 然后呢又觉得 很有胶质的口感 对对 板鱼的肉的话 你要吃这一块 这一块比较好 这个肉比较紧 就是肉质会觉得 比其他鱼要紧一些 对 它的鱼肉就 这点就是比较紧 对对对 当这么多鱼摆在面前 一一品尝时 才能细细品味出 每种鱼的口感和滋味 这样丰盛的鱼宴 顾大哥说 只是南通人 每日相守的家常菜 丰富的水产资源 培养了他们吃鲜的 挑剔味蕾 只有找到 因鲜制宜的烹饪之道 才能将鲜 持出不同的滋味和理解